4月21日 中國大陸以外呢 已有將近247萬人確診感染了中共病毒 死亡人數超過了17.2萬人 目前大部分的西歐國家即將開始重啟經濟 我們來關注一下疫情的最新情況 法國疫情持續好轉 新增確診和死亡病例連續多日下降 儘管5月11日才是全國解封的日期 單位於法國北部的豐田汽車工廠 已在關閉了5週後 正式恢復生產 另外兩家汽車大廠 標誌鐵血龍和雷諾 也正在醞釀重啟生產 以封閉長達7週的意大利也於週二表示 將從5月初開始放鬆部分封鎖措施 總理孔特同時宣布 將公布一項新的500億歐元的經濟刺激計劃 目前意大利已有18.4萬人確診 死亡近2.5萬 英國政府週二再向帝國理工學院和牛津大學 駐資共4,250萬英鎊 用於疫苗研發 其中牛津大學的疫苗將於本週四 開始人體臨床試驗 截至4月21日 英國的累計確診人數逼近13萬 死亡1.7萬多人 而英國統計局最新估算 因大量醫院外死亡患者未納入現有數據 實際死亡人數或將高出40% 處於封閉狀態的莫斯科依然接到冷清 預計未來三週內 俄羅斯將迎來疫情拐點 週二 俄羅斯新增5642個確診病例 共有5.2萬人確診 土耳其總統海爾多安21日表示 疫情曲線已開始平緩 當局的目標是在5月底恢復正常 從週四開始 土耳其的31個城市 將再次進入階段性封閉狀態 為期4天 目前土耳其累計確診病例已逼近10萬 新加坡的感染人數在過去兩週呈現激增趨勢 總理李顯龍週二宣布 將原定5月4日結束的部分封閉措施 再延長四週至6月1日 繼續關閉大部分工作場所和學校 新加坡當天新增超過1100個確診病例 累計感染人數9萬多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新加坡當天新增加坡 新增超過2700個確診良 normal 新增超過2800個確診